近期在大陆网络上正在热传一篇博文 文中展示了一个毛泽东双膝下跪的雕像 网民纷纷表示毛泽东的下跪是必然的 评论人士指出对毛泽东的批判在民间已经形成热潮 而对于最大恶极的毛泽东来说 即使忏悔也不能免除他的罪 在这篇题为《忏悔吧!毛泽东》的博文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毛泽东双膝下跪雕像的照片 雕像中的毛泽东双膝下跪右手扶胸 显示出一副忏悔的模样 文章写道 毛泽东毁灭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 屠杀了八千万的生命 无情地摧残了人性 位列于二十世纪三大杀人魔王之手 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神 所以无所畏惧 他自命为神 所以无所不能 无所不为 文章认为 他应该跪在所有的中国人的面前忏悔 他应该跪在中华民族文化面前忏悔 他应该跪在人类的良知面前忏悔 反右运动受害者 北京的燕屯府女士认为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清 曾经被奉为神明的毛泽东 其实是一个暴君 很多人认识毛泽东不是东西 越来越多 这个不完全是过去受迫害了 就是其他的一些人 包括很多知识分子 还有很多普通老百姓 也都这么认识 燕屯府女士指出 对于毛泽东这么罪大恶极的人 说忏悔是在抬高他 即使他现在忏悔了 也不可能免他的罪 而贵州前毕杰日报记者 李元龙也向新唐人表示 中共前党魁毛泽东 从1935年军议会议开始 到1976年死亡 一直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在他的统治期间 中国有多达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仅文化大革命中 就有一半的中国家庭受到迫害 2004年底 大纪元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 人们对毛泽东这位 前中共党魁的认识 有了更客观清晰的判断 这样的声音在民间 在有独立思考能力 独立判断能力的中间 人的中间是比较盛行的 大陆著名经济学家毛于世 前不久发表对中共党史学者 辛子玲 《红太阳的陨落》 一书的独厚感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文章指出 毛泽东热中阶级斗争 造成几千万中国人的 非正常死亡 文化大革命 更是使中国的传统文化 被破坏殆尽 美国《纽约时报》签约 摄影记者杜斌 日前也在香港发行新书 毛主席的炼狱 再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 大饥荒年代的历史真相 曝光了毛泽东蓄意饿死 数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滔天罪行 上海媒体 文会读书周报 在二月份也曾公开 披露了毛泽东 感谢日本侵略的说法 文章指出 日军入侵帮助中共壮大 最终夺权 毛泽东因此感谢日本侵华 据了解 这个毛泽东忏悔项 是中国前位艺术家 高深与高强两兄弟的作品 他们的父亲在文革中 被打成反革命 被迫害致死 兄弟两人现居北京 部分作品被收入 中国现代艺术史等艺术图册 并被中外美术馆收藏 今年早些时候 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南海边的 一座十米高毛泽东塑像 被人摧毁 断为五节 网友称它是史上最给力拆迁 新唐人记者黄丽达 李谦孙宁采访报道